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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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好 我是韓小愛 今天要來做 淘寶開箱 今期在淘寶買了一堆東西 這次有買的是 衣服啊 帽子啊 化妝品 跟一些在淘寶上 看到比較特別的東西 凹色色太多很痛 OK 所以現在我要來開箱 我的第一個物品 我已經拆了 它就很漂亮 它是放那種化妝刷的 初臉是它化了 你們看到它化了嗎 不過還好啦 不明顯 雖然我是初女做 但是我不介意這個東西 環形直播 補光燈 然後我又忘記為什麼我會買它 因為我家裡很多補光燈了 至少有超過10% 怎麼你還要買這樣想 它一定是有不一樣 我才會買它的 我想一下它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我會買它 好像是一樣的 我買50塊耶 我當初是想到可以放相機這裡 不能咩 套進去嗎 我又再上車多一次了 我已經買很多這樣小個的了 大中小買到完 是喔 就我很厲害耶 我有燈大中小買到完 但是開箱補光燈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真的是很多次 不敢買的狀況 哎呀 就討厭裝東西的啦 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燈在這裡 我真的是裝恭喜白癡啊 但是我們只要有心 只要裝到它 對 就是對了 我想要吃烤肉 等一下可以吃烤肉 我可以的 我是最棒的 我覺得你應該是轉下面那個 你會想出來我存這件事情可以嗎 耶 我們做這個行業喔 我們很多 真的是存到沒有人要 我們平時拍Products這樣子拍耶 是不是有很專業的Feel 有沒有 有 OK好 值得 值得買 然後還有買這個 耶 給你看你自己 這個它有的2 in 1 First你可以拿來照自己 或者拿來裝東西 我的嘴巴真的是不能頂我的聲音 我的聲音很皺皺喔 只要不能啦 我會這樣子坐在我脫牙套 這不可以喔 我綁牙要綁得快 我就要一直這樣子套著 最重要的來了 我在淘寶買了化妝品 最近很紅的花西紙 它們真的是非常的棒 你看它非常的棒 它的化妝品其實蠻好用的 我看它的廣告啦 所以我就買來try 然後開箱 我先做大家的白老鼠 我覺得它們很好 是因為它們的包裝這樣子 買了蠻多的 你看粉底液啊 蜜粉餅啊 然後這是它的spange 我買很多 我媽咪會不會砍掉我 OK 我拆了我的牙套 因為真的講話很不清楚 我在淘寶買了一些的花西紙 是在馬來西亞目前還買不到的 然後我看到youtube很多視頻 人家就有寫 憑什麼花西紙可以值那麼昂貴 我覺得花西紙的價位其實屬於中等 因為它的口紅大概是80塊馬幣起跳而已 我口紅真的買很多紙 怎麼辦啊 然後我還要買了一個禮盒 大家所說的妝簾 大家這個就是它的妝簾 開起來是這樣子的 它這個旁邊還有字的耶 這個妝簾呢 是要大概699人民幣 匯率大概換過來應該是400多500左右 還有包括郵費啊等等的 Let me see see inside go one 喔這邊還可以開 你可以放化妝品耶 你看它還可以這樣子開 這是放口紅喔 這樣子放的 這個是他們的卡片 裡面呢就有一個照片 這個就是古代人用的化妝盒 它叫做妝簾啦 它有一個小鏡子在這裡 等一下我特寫給大家看 所以呢我現在來看上他們的化妝品 基本上想要學化妝的人 可以買化西紙 因為它的講名都有講得很清楚 來我們來看看它的粉底液 有沒有很好用 而且它的包裝超漂亮耶 它是那種磨砂的 這個買來送禮 真的是很漂亮耶 我會買比較中等的顏色 因為我的膚色比較中等 我的膚色雖然是白 但是有點帶黃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比較自然的顏色 我用我的化妝看試試看 蠻好用的耶 這樣子都蠻排大 它就不會很死白 它也不會很綿 不會看起來很乾 欸真的是很美耶這個 看到我的手臂的顏色分別嗎 看到嗎 其實它很自然耶 很適合我的肌膚 Good I like this Ok next 我們就開它的 玉米桃花蟬絲蜜粉餅 這是02號的 它的產品的功效啊 全部都有寫在後面 它是輕排定妝 如果你出門的話 你帶它出門就行了 它跟腮紅的包裝不一樣 這個是他們的牌子的主打顏色 那腮紅他們是選擇比較粉的 這裡面是這樣子的耶 你看它的花蚊非常的漂亮 它有它自己的那個雕刻 它的感覺ok 我覺得 Next 眼影盤 有9個顏色 大家可以看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真的很美耶 看到嗎 超級無敵的漂亮 現在呢我要試用那個顏色給大家看 我選的是這9個顏色 它會比較屬於暗色系的 因為我平時不會塗太亮的顏色 我平時比較會用的顏色就是這種 比較巧克力色的Tone 然後這兩個比較亮的 通常我會拿眼影來打鼻影的部分 現在我們就來看它的顏色是怎麼樣的吧 這個是它的紅色 滿美的顏色 很適合畫五妹娘 然後我們來畫它最神的顏色 它有一點像墨綠這樣的顏色 所以我們try比較巧克力的顏色 它這個顏色其實是我們平時經常會在用的 Next 我們就用這個比較偏巧克力紅的顏色 欸 意外耶 這個巧克力紅的會更漂亮耶 本來是以為巧克力會比較美 反而另外一個它是比較淡巧克力的 它這邊有三個顏色比較淺色的 比較適合打鼻影啊 或者是眼頭啊這部分的 你可以看到它們的微服雕 都非常非常的精緻 超級美 捨得用嗎?買回來不捨得用真的 我現在用了一點點我都心痛 我覺得它們臉那個 蓋它們鏡子這個也是很細心 因為一般上我們蓋的喔 只是普通的一個模子而已 但是它們有些畫細紙 它們的brand的名字 所以Next 我們來try別的 那我們先來看它們的彩虹 我選的是這個比較靠近豆沙色的 因為豆沙色是可以呈現到很自然的彩虹 它的包裝我覺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我們要用好不好用 就是我的臉上這邊其實很容易脫皮 就是我之前用一些牌子的腮紅 長期用的話臉這邊會特別缺水分 然後這個是因為它保濕 所以我才會買 因為它們腮紅是添加了 杜丹花露跟玫瑰花水的成分 所以我們來到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 那個就是口紅 我的這個色號是M126 它是比較偏向豬肝紅的顏色 我買顏色要嘛就買最紅 或者是比較沉一點的顏色 它們的雕刻非常的精緻 它們的外型也非常非常的美 OK我可以塗給大家看一看 第一次用 有點心跳加速 OK 它這個呢感覺就非常的滋潤 它這樣子輕輕的塗抹 它就變成另外一個色了 它就會比較粉紅粉紅的feel 欸這個顏色真的是美耶 我塗這個顏色的話電忍 電忍滋 那麼漂亮的話就塗在嘴巴上吧 哈哈 So happy 有眉嗎? 沒有 它很適合咬唇妝欸 而且它不乾你的啊 OK現在我要拍這個非常非常經典的 就是它要自己裝上去的 哇 它很漂亮 這個 你看到嗎 這個超漂亮 欸很適合拿來送禮欸 欸它這個有點像那個 古代人的那種feel 然後這個是口紅 這個的雕刻更漂亮 超級無敵漂亮的 這樣放進去啊 這樣子放嗎 它就是這樣子 喔這樣子對對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放出來 Yeah 所以這蓋子不用放進去的 所以它是這樣子 開出來轉 超美的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這個是有個鏈子 Oh my God 除了很美以外 我不懂要怎樣形容這個東西 這個你可以買給女朋友 如果你不懂怎樣買 你找我 我會跟你講怎麼買 看 哇 超級漂亮 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現在來塗塗看 就是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這個其實我覺得已經很美了 但是這個送禮的話 它真的非常漂亮 它很像古代的皮包欸 這個是M21E的顏色 OK我們來試試看 I like this 我可以換顏色嗎 這個更美 你們看得到那個粉筆那個顏色嗎 哇 這個上面的其實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下面的顏色更漂亮 是不是這個更漂亮 然後它不乾欸 Next 我們再開最後一個顏色 這個也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不同顏色 這個跟那個雕刻是一樣的 就是它有兩個人在裡面 然後這個呢是M13E 很美 我要這個了 它的口紅呢 是不含酒精 香精 還有螢光劑 它不含很多成分 然後孕婦都可以用的啦 還有這個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是699以外呢 它其實有讓你選擇你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選擇了這個粉底液 眼影啊 跟頭紅等等的 所以它裡面有送一些系列 但這個好像out of stock了 然後剛好我已經拿到了 但是我真的是很力推 它們的口紅啊 跟粉底液 粉底液它感覺就是非常的柔 你們可以看到我剛剛拍 現在差不多有一個小時了 它感覺還是一樣的 然後口紅的顏色也非常漂亮 如果要送禮物 你們真的是可以送這個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的精緻 只要輕輕的一揮 我們來看它的刷子 它是5套妆 刷子是全長這樣子的 基本上呢 這裡有5支刷 我在淘寶買了帽子 一定大概是10多左右而已 為什麼我會買帽子呢? 因為難度洗頭 然後我這次買了兩個顏色 其實我本身有很多帽子啊 為什麼我會買這件衣服 我倒是還想不到 可能是因為我運動想用吧 或者是它可以電到我的胸部比較多 這好像很故意下來我記得 我還買喔 綁頭髮的 我最近的視頻都綁滿多高尾的頭髮 我就買了一個蝴蝶結 就想要綁在我的頭髮 然後這個我覺得蠻美的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 這個噴口香的 我覺得蠻香的 它叫口氣清新噴霧 就是你要跟男生接吻之前 你就可以用咯 他講欸這麼你嘴巴有點bish味道了 然後你不要跟他講 偷偷噴了過後跟他接吻 我通常是買來這樣用到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喔 我明明買兩個 可是他來這麼多 你有機會接吻咧 有機會接吻咧 這種問題不要再講 下次安排時常紋器 下次安排時常紋器 然後我要一直NG 你不知道什麼事情 ok 內肚 這個是一個背心 就是我跳舞可以用的 它就是這樣子的 What 我買到小孩子的是嗎 我有試過買到小孩子的衣服 我就看他美 這個背心給你猜多少錢 我覺得它只是5塊錢 這樣確實是啦 它是11塊人民幣 大概換過來是7塊左右 其實它的Qualityok的 Next 我買了 Uncle Roger 沒有啦 我最近比較喜歡橘色 就感覺到自己有點上車了 我為什麼會買這件衣服 他沿途那個人這樣子喔 如果我們把這件衣服它不好看 一定是自己的問題 只要你好看 穿什麼衣服都好看 可是還是說服不到我 這個應該是一個Hoodie來的 之前我覺得它的布料蠻舒服的 再來 為什麼我又會買這件衣服 我一定是便宜我才買它 不然像我這樣定售的人 我是不可能會買這件衣服 喔沒有 我懂為什麼會買了 那個人穿到很sexy 所以我買 結果我忘記了 在我身上它就不work了 今天我看一下的東西呢 都是在淘寶網站購買的 那我希望呢 這個花西子 未來在馬來西亞 有自己的網站可以購買 它真的非常漂亮 花西子的價錢是屬於中等的 就是我們一般上都可以 不擔得起的人 所以你今天票包買了多少錢 呃 價錢東西 不要講 不要講 每一次開箱 至少都開一千塊 OK 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訂閱好按讚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1 2 3 4 跟上節奏 Tic Toe Tic Toe 心能手拉 時間插畫 神就未忘 愛就回家 跟我一起運走 跟我一起運走 帶路生活 帶上裝備盡口 那邊放空 人生可以衝動 Be a gamble 事件沒有盡口 事件沒有盡口